了足足18個月卻換來一場空 晶片大廠英特爾原本要收購 以色列半導體公司高塔 結果中國監管單位 審核期限內遲遲不肯批准 價值54億美元 約台幣1722億的併購案 只好無奈告吹 英特爾去年 二月宣布以溢價接近六成 買下高塔 狠砸重金 就是想透過併購搭上特快車 一舉躍升全球晶圓代工前十名 挑戰中心甚至台積電地位 如今中國監管單位 給軟釘子英特爾的超車之路受阻 依照規定還得向高塔 支付3.53億美元 相當於台幣111億元的分手費 賠了夫人又折兵 雖然高塔並非全球半導體大廠 但有英特爾欠缺的人才 與關鍵客戶 加上電動車市場崛起 也拉升晶片需求 華爾街日報姐妹刊 巴隆週刊分析 北京封殺英特爾 這樁54億美元的收購案 但先前卻讓微軟 以更高金額收購凍事暴雪 背後並無經濟邏輯可言 只凸顯中國 願意用各種手段 讓自己在美中晶片大戰 取得上風 金新聞 謝志堅 陳思瑩報導